中文字幕——YK 翻开放黄的老相册 让我们的记忆流淌 1924年 孙中山先生在黄浦常州岛 创办黄浦军校 1936年8月 蒋介石下令 在黄浦军校就职 筹设黄浦中正学校 学校于1937年初正式开学 以黄浦军校校训 亲爱京城为校训 以黄浦军校校歌为校歌 十余年间 黄浦中正学校 在战火桃茸中 蒸蒸日上 1945年 在梅宜齐 潘光弹 文一多等 西南联大学者的倡导下 长风中学诞生了 长风中学诞生了 黄浦血统 黄浦血统与长风精神 融为一体 刚柔相继 1962年 定名为广州市第六中学 并一直沿用至今 朴素的校民 承转 承转的记忆 传统的校训 校歌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六中人 终生 依旧回响在云山路名处 既往开来的广州六中人 秉承着亲爱经常的精神 怀着追求主欲的梦想 走进新时代 时代赋予六中新的使命 六中正以昂扬的姿态 和崭新的面貌 实现新的跨越 今天的六中 是广东省首批全国示范性高中 广东省一级学校 广州市重点中学 在广州市A类学校中 位居潜力 六中校园环境优雅 设施齐全 面向广州十二区招生 现有高中三个年级 五十六个教学班 成先师之德 用爱呵护心灵 学校提出人本 创新 发展的办学理念 以培养懂感恩 会思考 能吃苦的六中人为目标 倡导自为 互动 有效的教学模式 既注重传授科学文化知识 又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在刘建祥校 在刘建祥校长的带领下 全体领导班子 新系学校 怀着爱心与责任心 勇于开拓 乐于奉献 如今 六中拥有一大批 在广州市 享有盛誉的名师 和广受学生欢迎的青年教师 共有教职工248人 专职教师218人 其中在职特级教师4人 高级教师88人 有74位教师 具有硕士研究生学位 大批老师 是省市学科教研会理事 中心组成员和奥赛教练 近年来 19位老师 获得省市优秀教师称号 颜开明老师 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在人民大会堂 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接见 一个个充实高校 民主和谐的课堂 不仅让同学们 汲取了有用的知识 也让同学们锻炼了思维 开阔了视野 收获智慧满囊 学校从教学实际出发 不断创办优质课程和特色课程 信息奥赛成绩教人 创新大赛使我果累累 近年 学校指导获信息学联赛一等奖 并获得大学保送资格的 共73人次 学校教师开展课题研究 共166个 公开发表论文126篇 出版专注36本 我们的教师在与学生融洽相处 共同成长的过程中 体验着教师职业带来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我们的学生在一个个包含爱心的优秀教师的陪伴下 快乐学习 健康成长 怀揣梦想 拥抱未来 六中重视培养具有科学思维 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新时代人才 重视提升学生的综合竞争能力 现在学校共有蓬勃发展的24个学生社团 游泳和板球成为优势项目和特色项目 学校航模队参加全国联赛连续几年 夺得金牌 各种活动、比赛、演出 丰富了学生的校园生活 展现了学生的激情与活力 为学生们发挥特长 展现才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一群懂感恩、能吃苦的六中人 在这里尽情释放年轻的光滑 演绎成长的骄傲 六中学生管乐团在广州市九复盛民 应邀参加广州亚乐会开幕式表演 大放异彩 一份耕耘 一份收获 学校的高考平均上限率、本科率、重点率 均位居广州市前列 产生过18位高考状元 每年有约5%的优秀学生 荣获重点高校的保送资格 约25%的学生 获得知名高校的自主招生资格 高三毕业班工作 在广州市高考工作评比中 年年荣获一等奖或特等奖 每届新疆班高考成绩都名列全国前茅 2005届的阿浦都沙拉木同学 是新疆内高班的全国状元 遨游在六中立世的天空 人才辈出宛若繁星点点 曾荣获大学生程序设计世界冠军的莫陆仪 被评为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的范靖仪 奥斯卡最佳摄影奖获得者鲍德锡 著名经济学家王泽科 香港著名企业家蔡建忠 中国工程院院士荣百生 浩浩长风 微微黄浦 白鹿展翅 翱翔万里 走近六中 以我为荣 走出六中 以你为荣 入夜万籁俱寂 天上的星光与校园的灯色交相辉映 今夜由我浮暗晴学 他朝定能昂首阔步 陈殿七十五年的辉煌成就 站在二十一世纪新的起点 回首过去 一代代六中人 铸造着属于自己时代的辉煌 展望未来 展望未来 新一代六中人 必将怀揣着历史的荣光 和追求卓越的梦想 展翅翱翔 扶摇直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由你转发松 按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